小鸡的蜂蜂蜂蜂蜂蜂 好的 我們剛剛講的這個植物 他得了陽光的能量 對不對 他得了水 所以我們有陽光 我們有水 植物可以同樣成什麼 養分 什麼樣的養分 選別人來吃兩個 我告訴你 直接有光合的作用 有光跟水 它可以轉換成手裡養分 那這養分是葡萄糖 葡萄糖 對 它可以轉換成葡萄糖 葡萄糖 所以我們要增病的時候要被煎清 那葡萄糖呢 會再次轉換 不過我們要組合 轉換成什麼 第二個 所以就是說 以後我們咖啡需要彈 就可以去拔草 好白 有些食物市場 譬如像有些 有些叫做什麼糖 那個叫做 甘蔗 甘蔗是 甘蔗裡面有很多糖 或者是像一種什麼 田菊 吃過沒有 田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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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菊拿去 拿去放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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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包 去放草 那不會免費 那怎麼是免費 我剛剛 這五個 因為他現在都不付錢 這是植物 行光的時候 我們得到的養分 對不對 養分之後 我們在動物去吃它 譬如說 現在可能是 山羊 兔子 去吃植物 轉換它的肌肉 對不對 轉換它的脂肪 所以我們先 可能動物 那些說 你給動物吃 對不對 動物吃它就可以轉換成 它自己本身的料 好了 那之後我們剛剛講說 植物需要一些土 為什麼它需要一些土 為什麼會是白色的 有些時候 它需要別的養分 它不單純只養光水就可以了 它有時候 需要別的養分 因為它慢慢長大的時候 它需要更多的營養成分 比如我們剛剛講說 人類需要 我們剛剛講說 我們人類需要的養分 哪一種 人類需要的養分 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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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部分 aris 我現在就有為什麼 鑫 還有雞 不 那些切 蛋白質 那些總之叫痛物質 蛋白質 蛋白質 指 沒有錯 蛋白質 維他命 維成素 維他命 維他命 維他命維成素 維他命是人吃的 但藥品叫維他命 維他命是我們講的一般 維生素C維生素D維生素A這些東西叫維生素 還有維他命 謝謝你 蛋白質 脂肪 還有呢 還有什麼 還有很多 我們比較常用的還有電美可以 電美是我們需要的營養成本 鈣質在這邊 鈣質放放空物質一部分 鈣也是空物質一部分 心有 心血有 夾也是 桶 這些空物質 這些是蛋白質 是脂肪 澱粉 然後還有什麼 糖 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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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鈣跟綠 好 這些是我們人類需要的 一般動物也是需要的養本 但是植物需要這些養本嗎 不需要 它還是需要的 所以 植物從陽光跟水是不夠的 所以它需要從土壤 補充什麼 補充肌 補充肌 它需要補充一些像是磷酸鹽的動物 磷 補充一些像磷酸的東西 磷酸鹽 補充肌 骨頭裡面有磷的成分 所以人氣也是需要鹽的 骨質酸鹽 所以假如我們如果沒有吃鹽的話 你不會 磷酸鹽的嗎 沒有吃什麼 沒有吃鹽 磷酸鹽就不會有那個東西 對 但是你沒有吃鹽的話 你可能會營養不正常 你可能會發現出來 會有一些疾病的問題 好恐怖喔 對 人的需要 所以營養菌很正常 那需要不同的元素 在你身上不同的元素 都需要 謝謝 我不要 謝謝 好 那植物也是需要 它需要磷 需要蛋 需要別的一種微量元素 這些人要從土裡面拿 或者有些人直接給肥料 有沒有 直接給肥料 也可以 這樣的話 我好像只要吃土就可以 不分為所有的 但是土裡面只有這些微量元素 土裡面可沒有蛋白質 沒有脂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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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裡面有一些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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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提供的原因是 吃蟲是ok的 但是如果像浩金長 只吃土的話 就沒有辦法 因為土裡面的這些 你才有營養 脂肪 我們講嘛 營養成分分成兩種 一種是可以提供熱能的 一種是沒有提供熱能 提供熱能是哪些 吃土吧 哪些是提供熱能 蛋白質 脂肪 還有糖 還有 蛋白質 脂肪 糖 澱粉 這些是提供熱能的 下面這沒有提供熱能 從裡面 動物 動物 動物需要這些 也會提供這些 它會提供我們熱能 它會提供我們熱能 好 荒物質裡面 荒物質裡面 只有這些東西 它沒有熱能 所以光吃土 你會餓死 為什麼 因為你沒有能量 吃土本 那事實上 有段時間 我聽說 有段時間 所以有些地方 他們 雞荒比較嚴重 人都沒有東西吃 他們開始吃樹皮 開始吃樹根 好有機喔 吃到後面沒有東西吃的時候 欸 猴子 吃到後面沒有東西吃的時候 他們就吃土 有人真的吃土 先把土 做成餅 要吃土餅 那應該會有點嚇到 我這樣碰過我吃土 那吃了之後 沒有辦法 吃到被整個肚子都是土 然後後面就椰死了 就死掉 還是沒有辦法 因為它沒有熱量 那 好了 植物 它在這邊 它必須要熱量 因為它熱量可以從自己本身 合成的葡萄糖 澱粉 蛇到 對不對 所以 從植物獲得能量 陽光的能量 再降上一些水之後 它就獲得一些 具有熱能的東西了 對不對 它提供 從土裡面長出這些東西之後 它就可以合成更多的營養成 也許是動物需要的營養成分 在這些 它可以提供更多的營養成分 那 吃到它不是為了提供的營養成分 它還需要這些東西 它需要長大 它可以需要纖維布 它長大了 需要纖維質 它也需要微管素 它需要更多的 動機 它需要長花 花可以要紅色的 紅色喔 紅色可以要需要不同的元素 它可以需要去吃 一種金屬成分 它可能需要長黃色 它也需要納 它的植物本身 需要不同的元素去組成 所以它需要從土裡面得到營養成分 所以吃花有用嗎 蛤 吃花 有些吃花 吃花可以製作一些 特殊的營養成分 想起來吃了披薩裡面有花 有些食物 有些食物 它把花拿來做 好噁心 那你想想看喔 食物 食物得到的這些營養素 從來被帶 食物的這些礦物質 的營養素從來被帶 從... 從菇利 土為什麼會有這些東西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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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風帶來的一個大部分 是... 是這樣子嗎 因為一個人帶這些東西 然後跑到一半 然後花掉 然後就跑到土裡面 OK OK 有一個... 有一個什麼東西 跑到這邊來 讓我掛掉了 小蟲 然後就會跑到蟲子群 它為什麼掛掉就跑到蟲子群 被細菌的資料 OK 它被細菌分解 這個... 這個生物商就開始有細菌去分解它 細菌分解它 得到能量 得到能量之後 把它分解 分解完之後 它慢慢就閃掉了 就化掉了 就會... 下大雨一下 才能進到蟲子群 那如果是蟲的話 會不會... 如果是蟲的話 它是蟲子群 這是第一次 是靠著蟲 螞蟻群把它給分解看 對沒有錯啊 然後再靠去 沒有錯 那先潮到蟲子群動物吧 就是說不管... 像是動物昆蟲 任何東西死掉了 死掉了 死掉了之後 它就有一些小的動物 小的昆蟲去把它分解 好像剛剛講 那個螞蟻是第一類的分解症 所以有... 我上次看一個 Declary的節目 它說 它很喜歡它的那個... 實驗室有螞蟻 很多人不喜歡螞蟻 它說 哇...螞蟻又來了 很高興 為什麼很高興 它說我們在實驗室 經常有一些死掉的昆蟲 我們躲在這個... 櫃子的後面啊 桌子的下面啊 往那卡卡卡的地方你清不到 可是那一來呢 它就把這所有昆蟲的食物 昆蟲的屍體 全部給搬走了 可是它搬很久 Anyway 它搬走了 管它搬多久 你清不到的東西 它就全部都給你清走了 這樣好 這樣來講 因為對它來講就是食物嘛 對...螞蟻來講就是食物 螞蟻過來就把這些全部清走了 那說...螞蟻 假設這個地方沒有食物 螞蟻會不會來 會 會 它幹嘛 螞蟻只有一兩隻啊 它找食物只是一兩隻 像童子 它只來探測嘛 它只來看看有沒有食物 就會怪我 假設你這裡裡面有食物 螞蟻會不會來 會...它會不會來 螞蟻就不太會來 它可能只來看一看就找了 那...所以家裡面螞蟻應該怪誰 怪我 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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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裡面如果有長螞蟻 應該怪自己吧 因為一定是我們的習慣不好 所以... 招惹了很多...很多螞蟻進來 比如這樣...你看... 這個...我們如果在實驗室吃東西 如果掉屑屑屑 你會幫我屑屑屑的喔 欸...你應該高興來路啊 我高興嗎? 我幫你抓蟠蟻的感覺 我不要啊 好...假設你在實驗室吃東西 然後屑屑掉在這邊 那螞蟻可能就過來這邊搬東西了 那甚至他發現說...欸... 這邊經常有食物 我幫你抓蟻蟻蟲 來聽說嘛 那經常...他媽蟻這邊經常有食物 他怎麼辦? 他會一直過來 然後... 不會那麼辛苦一直過來 他幹掉那種竹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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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假设你在这样的时候,我在宜蘭地区很容易过生活 你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搬嫁到宜蘭来嘛 蚂蚁也是一样啊 这边常常有食物耶 我每次搬嫁到 从这边搬好远的地方去 我们潮在原本 所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原来煮草 全部都是带这些蚂蚁蚂蚂出来 有可能啊,这边就多了蚂蚁窝了 所以说家里会有蚂蚁窝 家里会有很多蚂蚁 最简单就是我们习惯不跑 冬季掉的地方还蛮轻的 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 丢个不太想力 爸爸,我打包了 好,所以你在家里面 一定要记得要把它随时清干净 不要把那个炫烈掉门地 哦,可以麻烦 好,然后 我们可以讲到 这个 所以我们刚刚讲 动物或是昆蚁如果死掉了 尸体会被一些分解者 像麻蚁像大部分解 分解成小克力之后 既然细菌 会做更多的分解 那细菌分解的过程 就是靠细菌里面本身的酵素 去把它做细部分解 那上面讲过 酵素怎么做分解的 酵素怎么分解食物 嗯,进去 对对对,没有 刚好用做个释放量 它这个酵素 抓到它特定的 的营养成分之后 抓到就是 就把它分解成两块 有的可能分解成三块 有的可能分解成三块 然后它是分一块就变成小的 然后它有这一种 分解成别人要的东西 卡不进去 它就卡不进去 不是,我是说卡进去之后 简直在起来 也有可能 对,但是做组合 骨头加香蕉 骨头什么? 没事 你说把它拆开来的组合 骨头加香蕉加 加营蒙 还有看的 等一下 你等一下可以跟骨头 亂变成香蕉和营蒙 耶,没剪的 3 3 2 我真的 我真的讲对了 讲,讲错了 没有,它已经拆到休眠了 哦 那你再讲给一下灯符 不用灯符 他没有灯符,只有灯符 我讲对了 好厉害 你怎么会失望 像我这么宅的人 可以拿几个灯符 就好了 像我这么宅的人 可以拿几个灯符 就好了 好厉害 好厉害 像我这么宅的人 是什么东西 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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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这个地方 就是像我们讲酵素的 酵素部分 酵素呢 它在固定的 酵素有所谓的专一性 像这个酵素 它就只能对真正的反应来做处理 它没办法针对别的反应处处理 因为别的反应处卡都卡不进去 它没法卡进去 它没法卡进去的时候 它就没办法做分解 所以它把这个反应处 红色反应处分解成 这个绿色跟紫色的两个产物 那另外一个叫合成的功能 它可以把 它可以把两个反应物 好像这个绿色跟紫色的反应物 透过这个酵素 把它合成成这个产物 所以你要想说 我们身体上所有的 所有的营养素 都是一定也是某个酵素有合成的 你要拿它消化掉 一定要透过某个克定的酵素 就做分解 所以我上次讲过 为什么人的身体需要 有时候我们需要吃 所谓的很多的抑菌 对 为什么 为什么要吃抑菌 可以帮忙分解 又可以帮忙准备 没有准备 主要是帮忙分解 主要帮忙分解 因为我们人类 根据科技家的研究 我们人类早期应该是 比较属于素食 吃植物的素食主义的 牙齿的构造 牙齿的构造 它也肠道的构造 因为肠道是很长的 小肠很长 那小肠很长 不太适合吃肉 为什么 因为肉吃多了 肉比较容易分解 肉比较容易腐败 那腐败就会产生一些 不好的气体 甚至一些毒素 可是我们肠比较长 所以食物从肠的头 要运动到肠的尾巴 排出去 可以要三天 可是肉类的可能在第二天 就腐烂了 就腐败了 那你之后就有一些毒素 就会在你身体 所以为什么讲说 我们就要大便要正常 每天的上大号要正常 就是不要有所谓的这个叫做 生活 不要有素便 记不记得不要有素便 蛤 我都不要每天上大号 今天要每天上大号 你素便如果积太多 你就容易有毒素 像有些人没有皮肤不好 眼啊 跟那个巴巴的 他有时候是因为素便的问题 跟牛巴巴的 一般来讲 你的 譬如你那些毒素太多的时候 他表现在外表 就是我的皮肤会不好 所以有些 有些人讲说 吃鸡肉 不要吃鸡皮 为什么 那些都是把其 换不到鸡皮就是最好吃的东西 上面有很多 因为皮肤是人 是所有动物排毒的第一个方式 他会把 毒先排到你的皮肤 要排出去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 只要身体比较毒素比较多 他的皮肤就不会光滑 气色就不好 所以我们看一个人 气色很好 皮肤很好 就是实际上他身体是比较健康 那我身体很健康 你身体算蛮健康的啊 你身体算蛮健康的 所以像我们比如说 容易长青春症 实际上也是有没有那种排毒素 不过火气比较大 在中医来讲的火气比较大 火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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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什么 消致丸啊 什么 什么 正经教育消致丸 对对对 教育保健康 可以避免 避免什么 避免症 避免这个火气大 但是他里面就有什么 添加像是 像是 像是那个 化学药剂 管它是什么东西 不是 它是排毒的 它有些 它就用化学调出来 中医很多药药是可以排毒的 那一定很难吃 会通常比较苦 好像苦瓜就是一个很好的 排毒的食物 苦瓜不好排毒素 对 它可以帮你排毒 像 那个什么 我记得黄莲 对它说加了黄莲解毒 黄莲也是解毒的 它也是排毒的 黄莲很苦 所以以前我看我同学 他吃黄莲是吃的 他用胶囊做的 所以他把黄莲包在胶囊里面 你吞下去 你吞下去 你吞下去就不会觉得苦啊 好酷喔 他在肚子里面再化开嘛 那个壳再化开 那壳再化开 他有另一个办法 管你的胃莲 杀死 管你的胃莲 管你的胃莲 胃莲杀死 这牺牲太大了吧 你以后就吃到 我以前吃过一种 中的料 停停停 现在换猴子 猴子 吃过一种中药是自过敏的 然后 我喝了 两次就不敢喝了 太苦了 它 它这么小一碗 然后 喝一口 就等于你吃了十颗苦多 哇 那真的是很 很劲爆的 而且我喝了一口 我去喝了很多饮料 然后还是满嘴又这个苦味 对 苦味很难 很难去除 所以你当浓缩水了 嗯 浓缩水 浓缩水 什么叫浓缩水 它很酸 很酸 很酸很酸 很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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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太多了 ok 就你跟他一起一整天你什么 你喝一滴 你所以就整天吃的味道 有可能啊 有可能 因为太酸的味道 味道太重了 你身邊要把它一整一大碗的封 我先來這個告訴你 這個封鎖怎麼會做到很大腐蜀 你會強身嗎 強身嗎 強身 它是位階上的酸 可是它本身在用什麼酸素 而且它是酸 那我們在這邊在講到酵素的一個專一性 酵素它不同酵素進來的時候 它這個酵素它是針對 有沒有 針對反應物2卡進去 反應物1跟反應物3卡不進去 所以這個酵素只能針對反應物2來做處理 它沒辦法處理反應物3跟反應物1 它都沒辦法處理 那它把反應物2接進來之後呢 它這個酵素是做什麼 是做合成還是做分解 合成 分解 它把反應物2分解成兩個出去了 就是它做分解 人家那個酵素不會變形嗎 變形啊 人家可以分解嗎 人家可以分解啊 哦帥 在那個偉小寶 你們看過 看過陸頂記沒有 沒有啊 小說陸頂記 我聽你陸頂記 沒有啊 我聽過陸頂記以外 我玩過遊戲陸頂記 陸頂記那個誰 那個偉小寶他不是跟 跟那個誰 海公公 海公公 海公公他有法寶 偉小寶跟他拿一個法寶 他用這個法寶做了很多有趣的事情 他有個法寶叫做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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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小寶 不要摘我 我怕 沒有啊 小寶給我 我來 他不要在雙邊了 都自己比較立場 哦 哦 我之前是清清都知道 你這樣抓不到啦 快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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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你覺得真的要玩牛爐 快進來 我決定要把牠壓死 快進來 你到底要不要进来 你抓到了 你抓到了 妹爹 你好消音 我出去了 他会不会召集更多的 还有猪的 那是苍蝇 那是苍蝇的 苍蝇好 借过了 你确定他不会召集更多的东西 不会啊 好好好 okok 那这样我不要被敲停啊 你这样一同快来啊 我是跑跑 好 那个 海东公给伟小宝 伟小宝给你 从海东公抽了一个法宝 哇就是 化湿水 化湿水 呃 尸体的尸 对 呃 那不就跟 那种东西 哦 不可惜耶 抓工抓心 那种上头上干嘛 没有没有我放嘴地撞啊 你问他 你问他吧 我放嘴地撞过来 你故意的啊 我在专心上脖 我什么都没看到 我会吃 他有个一支 好大 那样 化湿水呢 化湿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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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他们的说法呢 弹一点化湿粉在三口 嗯 在三口的时候呢 他就可以挖 他會把屍體化掉 事實上他是一種分解 根據我的研究是一種分解 他實際上是一種鎂 是一種酵素 這個酵素會把血液裡面的蛋白質分解掉 所以他不算的分解 越分解又越多 越多 然後呢 越多蜜蜂 在裡面 越多蜜蜂 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快點把他送去 水滴這邊 你想要兩隻一起啊 卡住了 水滴這邊 怎麼辦 他會被噴那個 然後 噴那個氣味 然後封起來 我們要把你封起來 沒有 沒有 你要做顏色嗎 還會 哇 蛤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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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修律 他有動喔 沒有啊 他不可 蛤 他可能會摻或其他的味道 對嗎 不會啊 不會啊 然後我們會更多奇怪的東西過來 他現在不知道他怎麼進去了 所以他 不會搶呼任何的一個 危險的氣溫 欸對齁 好 他覺得他是被困住 不是被危險 對對對 他現在只是困住 他沒有 不是被 攻擊 對 好 化水水 化水水呢 它是這種蛋白質 是一種鎂 消化鎂 我們剛剛講這個 酵素 就會分解 好 那實際上就是這種酵素 就是酵素呢 他可以把人的脂肪 蛋白質 給分解掉 就像是我們剛剛講的 脂肪就是一樣 脂肪 所以他受傷要抹一點 他手就會變濕 他又有傷口 然後會夾 然後會夾 就會變實體 因為人的皮膚齁 他是人的 他就出來 人的皮膚 人的皮膚是一個 很好的一個保護層 鑽不出來 不要弄打 你就把它洗喔 對啊 他真的準 怎麼會的啊 你很煩耶 你應該是弄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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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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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怎麼激動 OK 你們兩個都太激動了 幸好不是我 這個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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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有巴西 有沒有彎 這樣他就會被噴死耶 他會被噴死嗎 他要扛住了 哇 你要把他刺 他會很棒啊 他會噴死嗎 你是賣牛奶 不會 他會噴死嗎 你是賣牛奶 不會啦 不要 別鬧了 快點 好 好啦 回來 你說發在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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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人的皮膚是一個很好的保護層 對 比如說 你為什麼受傷之後 有時候要適當的保持你的傷口 所以打開的話適合一點 太不容易 先保護 老師在那邊講完 你的傷口呢 如果沒有皮膚的保護 沒有皮膚 如果沒有皮膚的保護的話 會容易被細菌感染 細菌感染就是會發炎 我看見他一個比較誇張是 他有一個女生她臉受傷了 臉受傷之後她感染了二種細菌 這細菌很厲害 她會把她的肌肉跟肚頭吃掉 她的臉都不見了 她的臉就少掉一半 她會痛過 就少掉一半 因為她把它分解掉了 好 那實際上這是一樣的概念 就是 她那個細菌可以分泌出這種特殊的酵素 會把她的肚頭 跟把她的肌肉給她分解掉 所以就是 你也想被那個細菌吃掉一半 那 那邊 我這邊臉整個這邊全都擦傷 然後被冰激 對 那是掉光嗎 那不是被細菌分解 所以 你受傷之後 如果你的傷口處理乾淨的時候 你傷口處理乾淨的話 他就不容易有 所謂的這個被細菌感染 好 你有適當的消毒 適當真數 你就不容易有細菌感染 就不容易像你剛剛講的 有這種狀況 那女生她可能 臉受傷之後 她可能去適當的處理傷口 就會被細菌感染 而且那種細菌是一種 會分解骨頭 會分解肉的 會分解肉的 眼睛都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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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有一種 又來一隻 哇怎麼又來一隻 又來一隻 又來一隻 在你頭上 兩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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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又來一隻 欸三隻欸 二隻腳的 又來一隻 四隻了 欸幹 快走啦 快走啦 有這麼嚴重嗎 沒有 沒有 真的假的 太恐怖了 原來 就是外面沒震 很多人都沒去 人就怎麼辦 所以畫絲本就對了 所以畫絲本就對了 太好了 剛剛都把天空分 那些動物都分解了嘛 對啊 所以 菩蘿 所以他菩蘿花絲本 大家想再爛一點 有 是嗎 嗯 他在畫絲本 他在畫絲本 幹嘛 有必要 他有頭上 就跑掉了 你知道嗎 我現在就這樣就有了 所以 你現在就補了 有油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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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油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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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油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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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三隻 這邊有一隻 這邊跑來的 這裡還有一隻 所以... 你看... 你看看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